在警方要破案的过程当中 警察的训练是非常的重要 中国大陆的武警训练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 他们射击的程度已经到了百步穿扬的程度 你看到他这种射击 真的是一发一枪一弹都不浪费啊 除了因为狙击手他的条件就是一枪毙命 没有第二次机会 各位去看一部电影叫做大敌当权 大敌当权他讲的就是这段故事 那现在浙江省武警 他们训练狙击手各位请看一下 各位晓不晓得那上面70米是什么 是弹15秒钟以内你要把它打掉 况且你把弹打中了你还不合格 要穿透弹心 各位再看一次 你看开始发射 除了要打到他的弹心以外 还有他的竹签也要打穿 等一下你刚看到的那个是子弹 他把弹壳直接打穿了 对 因为他的第一发的时候 只是打到什么你知道吗 只是把弹打掉 这个不及格 那第二发就要打到弹心 穿过弹心才算及格 所以这个就是浙江省武警 他训练的狙击手 光警察的训练程度已经到了 连这个弹壳的弹心 直接打穿 你看各位看一下 除了弹以外 还有他的弹壳 你的弹壳都要穿透 各位看看 放在竹竿旁边上面的那个 这个就是狙击手的训练 那通常狙击手的训练 他只有一发命中的机会 如果他一发打不到的话 他位置一旦破路的话 就有几把枪会对准他 所以狙击手训练就是一发 所以他们通常只给他两颗子弹 是不可能超过三颗的 然后狙击手的最佳状态 大概是25岁到40岁之间 那为什么要找这些人呢 他们这些人心跳要慢 头脑要清楚 还有灵活 心跳慢才能够稳定 我们过去在四官队训练 狙击手的时候 训练 训练的时候 他们那个枪带 还放了一个沙带 狙击枪前面还放一个沙带 所以放一个沙带的话 那更重要的 立刚 我们两个没有资格担任狙击手 为什么 眼睛 近视 狙击手至少要看1500公尺左右 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 各位还再来看一下 还有叫做什么 苹果训练 这种苹果训练不是叫你一枪打 然后先叫你跑跑跑跑 跑的时候定位的时候 你那个狙击枪 狙击枪你拿出来 那你才能打 打人头上的苹果 这样会要命的 对啊 要命啊 所以就是说你稳定性不够 你一个稳定性不够 你视力不好的人 对于方向感没有的人 你不可能成为狙击手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对于狙击手的训练 他完完全全先要做一个心理测验 这个心理测验出来以后才有其他的测验 如果你心理测验那你不过的话 那你就完了 还有一个狙击手要相互配合 不能真功 所以我们去看海豹突击队杀那些索马利亚海盗的时候 他们在颠簸的状况之下 居然能够把海盗击毙 况且几个海盗 通通都是同一个狙击手 那其他的配合 除非一击不中 那其他的会补 所以我们看现在狙击手的训练 已经是越来越严格 狙击手的训练是非常的严苛的 而且你一定要有稳定性跟耐性你才能够达得成了 但日本现在许许多多的年轻人 他的稳定性更够 因为他都干嘛 宅在家里 宅到连美国CNN都赶快来采访了 日本宅经济有多么的发达 我们休息一下来告诉你